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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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我们万里长城中保留最蛮好的 现在保留最蛮好的一个水门 水门 我看到这边有这个刻字《水门》 为什么是叫水门呢这个地方 它是这个水门就是两种功能 一是防御的功能 一是泄洪的功能 它是这地方 就是整个一个大山沟里边 它下雨的水都集集在这里排泄出去 当时就是老百姓在种田的时候 种地的时候可以集集水用种地 再也就是有敌人来饭的时候 他可以蓄水 到来着敌人来饭的时候 可以提杂取防御的功能 以前这边是有一个闸门的 其他的门就是开盒的这门开的 对 以前是那种推开 但是很多就是推开 都是推开那种门 但这边 这个楼 这个水门之后 它是提掉伸的 有一吨多种的铜门 铜闸 铜闸就是门了 这里面还能看到那个槽是吧 您能带我们到上面来看看 就是这道了 你看 上面这槽还保留 哇 还很深啊 50岁的王爱君 从事清晰长城题材摄影 已有多年 并参与过青山关景区的开发工作 对青山关非常熟悉 他介绍 青山关始建于明洪武年间 因地处阉山与脉大青山而得明 作为当时拱卫京师 防返北部蒙古部落侵扰的重要关口 青山关建关后 曾多次进行修整建设 水门是在明万里十二年的关口 重建中建成 它以山崖为地基 基座上起多层条石 条石上再用青砖砌成拱形 住处于道宽两米高六米的城门 门楼上四面园有四个大石墩 连通杠杆可自有升降 轻轻重的铜闸 发挥泄洪 排水和限制行人的作用 后来关门铜闸 在青光区十三年的一次山洪中被冲走 只剩水门 历经多年的战火洗礼 地震摇汗和多次的山洪奔血冲刷 依然屹立不倒 保留了下来 成为长城沿县 现存的唯一一座提吊式水门 2014年 清西县文物部门对水门进行了保护性修复 使它又恢复了全盛时期的风采 那像当时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去住这么一道铜门放在这个地方 那说明这个地方应该也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这个关口 清山关是个主意调重要的关口 它主意大众不少 长城的北面就是城市地区 宽敞县地区 王爱军说 明代清山关把守的道路 关外直达赛北草原 关内直抵冀州镇政府三屯营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所以每次修筑 都投入了很大的人力和武力 除了城高墙后 清山关还一直驻有重兵 进入水门网上不远 就是守城关军驻扎的清山关古堡 它也是千禧县众多关口内 唯一保存完整的明代建筑 在前往古堡的路上 我们碰巧遇到了王爱军 在清山口村一位熟人霍庆坤 听说霍大哥的家曾经就在古堡之中 我们便邀请他一同前往 现在我们走到这就已经是进到古堡里面来了 对吧 那就是以前的这个古城 你再回头看一眼 你看下面是应该是这个斑驳的老旧的这些长城 对对对 上面应该是修复的一些新的城砖 对对对对 都能够看到这个对比变化 当时您小的时候在这住了有多少户原家 这都有三十多户 三十多户 霍大哥介绍 清山关古堡是一座依靠边墙建计的小城堡 城墙周长366米高4米 从长城上俯饰 城堡南北略边东西凸起成椭圆形 像古时的元宝 所以当地称作元宝城 古堡现存的建筑布局 基本保留着它建成式的原貌 城堡那一条主街横贯南北 沿途分布着钱庄 拔总署 驿站等建筑和院落 主街旁还有八条胡同 胡同间相互通连 过去还在古堡里发现过 直通城外的运兵地道 这些设计既便于行走联系 每到战时 有便于运送武器或粮草 等重要物资 调动灵活 王海军说 青山关的现有割局 与七纪光率部在青山关 击退蒙古朵延部落的进犯有关 而当时的战斗 也是青山关发生的著名战役之一 古堡内曾专门立碑记载 王老师这个讲的是什么 七纪光从南方调到北方 是第一站在青山关打的 就是蒙古族的一个多元部落的一个首领 是叫董狐狸的 他带领部队 攻打青山关 那七纪光带领部队 用木雷石炮还有弓箭 把他打退 打退以后又追出树势力 差得豁达董狐狸 当时这场上是大声 可是到北方的第一站 军心大阵 古时期 这个战役是相当有意义的 史书记载 七纪光在青山关首战告诫后 又分别于万历元年和万历三年 在青山关以及榆木陵和董家口长城 两次大败来犯的朵延部 并且最后一战 升勤来犯头领 令朵延部主动请降 七纪光这一手继阵期间 再也没有侵扰声势 七纪光经青山关的两次战役后 在原有技术上 亲自督修了青山关长城 形成了如今我们见到的样貌 直到现在 城堡南北两个城门 以及城内住守官兵们居住的四十多间房屋 均保存完好 霍大哥介绍 古堡进行保护搬迁以前 村民们就是居住在这些房子里 刚才霍大哥一定要带我走这条路 为什么要从这走啊 这都是看看我们家 你们家是吧 这个房子都是我们 这是我二爷的房子 这是您二爷爷住的 对对对 还有呢 这一棟这身后的这个也是 这是我叔叔家住的 那当时您这算是霍家是吧 对对霍家 霍家在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家 我们这家都挺大的 挺大的 还有其他的家族生活在这儿吗 有这前面了老王家 这个城堡就分王伙两家 没有别的姓 他这个那老年人传说呀 都是这个奇迹王的兵 在这诸首这块坐落这个 原先这个地方特别偏僻漫游人家 霍大哥讲 根据村里流传下来的说法 七级光任季镇总兵后 为全面重修这段长城 从浙江义乌等地 调集精兵强将 并允许外地官兵的家属 前来随军守边 后来这些家庭就逐渐定居下来 繁衍成为今天的长城守军后裔 不管这个说法是否真实 青山口村的历代村民们 对长城都有着特殊的情感 保护有加 从未肆意破坏过 所以直到今天 人们还能看到 原汁原味的青山关长城 2003年 青山关开发为景区 村中通上了公路 很多村民依靠旅游改善了生活 对长城的感情更加深厚 告别霍大哥 王爱军带着我们 顺着古堡里 戍边将士们换岗专用的门洞 登上长城 沿城墙向北不远 就来到了水门上方的 新建的观景台 在这已经能够看到 一个长城的走势了 就是沿着山脊 上面就是最高峰 就是月亮城了 回去两个长城 就是往董家口那边延伸了 王爱军介绍 长城的走向 除取决于长城内外双方 实力较量等因素外 也与山市走向 预扣的分布有关 与季镇大部分长城 东西走向不同 与青山关古堡 相连的这一带长城 出现了拐弯 呈西北东南走向 青山关就处于 几字形的右上角下部 它的北侧边墙 沿山脊一直延伸到 海拔842米的唐山最高峰 八面峰旁的山顶 从那里又重新向西拐去 他告诉我们 从青山关古堡 到最高处月亮楼 这段边墙上 遗留的低楼建筑 大部分保存较好 展示了明代长城建筑的 风格和特色 一进来呢 我觉得它这个是比较 幽深的一个感觉 而且这个 它是一个拱形的这个顶 并不是一个平面的顶 它都是拱形的 但是拱形它比较小 比较完整 它这个墙的厚度 厚度很厚 因为原来它这个地楼 上边有个楼鲁 现在坍塌了 因为它楼鲁大的话 它底下的墙就坚固 楼鲁 楼鲁 那是什么东西 楼鲁就是上边 还有一个小房子 还有一个 那上面的那个作用是什么呢 上面就是作用就是 原来就是高 就是上边一个观察 你是观察 主要是观察底线 能用的 对吧 王爱军说 七级光都修长城这一时期 是季镇长城修筑史上 规模最大离子修筑 也推动了长城防御体系的 发展和完备 这种空心底台 为七级光首创 它是跨城墙而建的 中部空窝 四面开有 建窗的楼台 一般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 下部为基左 用大条石继成 高与城墙相同 中部虚空 一般以铜拱成重 构成相互联通的炫饰 外侧包以厚重的砖墙 形成较大的室内空间 以供士兵助手 存放粮食和兵器 底楼的中部空心部位 还开有建窗和楼门 其数量随底台大小而已 一般每层前后各开三个建窗 较多的每面开四五个建窗 而长城附近村民 长岸建窗数量称某底台为三眼楼 四眼楼或五眼楼 空心底台是积极光的伟大创举 它不仅使长城的防御功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美观奇特的造型 也形成了崇山峻岭间独特的人文景观 现在这个季节在这儿的话 我觉得整个植被还非常的茂盛 冬天到这儿来是什么样子 冬天要下雪的还更好 北国风光的样式 因为我原来拍过几个修景 才漂亮 你常常在植被 你植被上沾满雪花 成砖成墙 墙是黑色的 一条黑线 那就是黑与白的艺术 在这个冬天还能够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了 那您个人觉得是这个春秋 春夏秋冬 您个人喜欢哪个季节到这个地方来 这样说春夏秋冬都有景 四季都有变化 在我通过摄影 还有现在的题目来说 这长城总是说不完的话题 还拍不完的主题 卖艺君说 长城之所以称为自己 一直坚持的拍摄主题 不仅是因为生活在迁徙 有得听途后的长城资源 更重要的是 每次攀爬拍摄 都会让他对长城厚重的历史 蕴含的坚韧不拔 积极向上的精神 有新的体会和收获 对自己生活在长城脚下感到自豪 从事摄影三十多年来 他已经拍摄了 上万张表现千兮长城的照片 其中一些还获得了国家级的奖项 现在 他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 将千兮长城推解出去 从而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和保护长城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